有请发布嘉宾林婷 一个人走路总不自在 心里傻老别人的关怀 大家走到一起来 寂寞和孤独不会再 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 难天上再不会公白 让时间变得无奈 让欢笑就停在现在 令我走向舞台 唱出心中的爱 满出青春节拍 为我们的今天和谈 和自己的这首歌还依然存在 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 这几年的旋律 跟随着多少人的情绪 有多少人的回忆 总不自在 心里傻老别人的关怀 大家走到一起来 寂寞和孤独不会再 让天空留下一片云彩 难天上再不会公白 让时间变得无奈 让欢笑就停在现在 让欢笑就停在现在 陪我走上舞台 唱出心中的爱 买出青春节拍 我们的情节拍 为我们的情节拍 美我走上舞台 买出青春节拍 来上成功节拍 为我们的情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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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成功节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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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里是 非常新发布 我是空正龙团的歌手 林婷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来发布我的新歌 很开心 说实在的呢 以这种脱口秀的形式 我还是第一次 可能别人是说的比唱的好听 到我这儿可能说的 还不如唱的好 所以心中难免有一些紧张的 但是我今天 请来了我的好多战友 为我来站台助威 我想介绍一下啊 有我们团年轻的 优秀的舞蹈演员 还有 我的战友 我们团著名的青年歌手 纪敏佳 他现在的名字叫纪丹迪 大家记住啊 纪丹迪就是纪敏家 还有呢 我要隆重的介绍 我们四位非常帅气的飞行员学员 应该以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他们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有两位是北大的再度生 有两位是清华的再度生 将来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 而且是我们的未来 蓝天勇士 好 请坐 所以今天一看到我的战友们来了 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真的 底气也足了 我想待会儿 跟朱迅对词的时候 可能舌头也利索一点 刚才演唱的这首 为我们今天喝彩 大家听过没有 听过 这首歌应该说是我的幸运之歌吧 是我1993年 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这首歌 让全国观众就认识了我 记住了林平这个名字 1993到2016 一黄言23年过去了 大家觉得 我有没有变化 没有 没有是假的 但是还是很开心 真的 仿佛就在昨天 我记得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 还是和一群舞蹈演员 共同完成的 边唱边跳 我记得有一个动作 就是有个踢踏舞的动作 别看这么简单 对舞蹈演员来说非常简单 但是我 学了几个月 那是我第一次 在全国的观众面前跳舞 大家想不想看一下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 我记得是我兴趣所在 当大浪唱的歌都想比赛 今天的你 今天的我 都什么可爱 不管说 不管 人都很精彩 你我走向舞台 唱出心中的爱 拍出青春节拍 为我们的景点和彩 拉拉拉拉 拉拉拉 拉拉拉 拉拉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 你都不敢看 二十三年前 只觉得这个 短头发当时还是蛮干练的 正是上了春晚 唱了这首歌以后呢 可能在我的艺术人生中呢 有了一些变化 因为走到大街上 特别是逛商场的时候 会有时候阿姨啊 大姐大婶会问我 哎你就是那个唱 春晚上唱为我们今天喝彩的林婷吗 有时候在商场里我会说 那是林婷 你就会给我优惠 给我打折吗 他们就笑了 然后我自己说 不是的 那是我姐姐 跟我长得很像 其实我就是担心怕别人说 哎这个人怎么那么 这么call啊 还讨价还价的 开个玩笑啊 其实呢就是唱完这首歌以后 让我自己秉执住了一个 就是乐观的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我们所有人 都应该为我们自己喝彩 为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次 选择喝彩 今天站到这里 我想一想 我走过的路 我也由衷的 想对大家说 我要为我的两次选择 喝彩 人由心走 无怨无悔 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我的第一次喝彩 是什么 好吧 我第一次为自己喝彩 应该是选择改行当歌手 为什么说是改行呢 因为在大学 我学的不是声乐艺术 我学的是英文专业 最后走上了歌唱这条道路 一唱二十多年 现在回头想想 我的选择还算正确 其实小时候 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一直在班上都是前三名 三好学生 在小生初的时候呢 以全校前三名的成绩 报考了我们的湖北省重点中学 武汉外国语学校 我们学校录取了两名 我是其中的一名 特别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 当年的我的口语成绩 是全市第一名 所以那个时候的梦想 我就是当一名外交官 在小的时候嘛 我父母听别的家长说 送小孩去学游泳 可以让孩子长高长饿 后来我就去学挖泳 在学龄前就开始学 学着学着吧 后来就进了体育学 业余体育学校 曾经获得过我们区里的 女子挖泳一百米的冠军 后来又代表区里到市里去比赛 那那时候我还是小学生 但是是全市的中学生的游泳比赛 只好把我的年纪呢 就赶了赶 就报了初中组 没想到最后也杀尽了 女子一百米的前三甲 再后来考上外语学校以后呢 因为是住校 所以就没有机会去练游泳了 就这个项目就放弃了 后来呢 到学校又被学校选上 参加田径队 又改练什么项目呢 标枪 大家能不能够想象 我过去是练标枪的 到现在 我中学外语学校的标枪记录 还没有人打破 是我的 所以小时候特别喜欢体育 这些爱好呢 也为我后来从事歌唱 我觉得我也是受益匪浅 所以再到后来 我唱了很多和运动有关的歌曲 像第三届全国残运会的会歌 《驰骋时空》是我唱的 还有第六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会歌 《城市英雄》 是我和韩磊共同唱的 那最最著名的一个赛事的会歌 就是首届世界杯女足赛的会歌 《跨越巅峰》 当时和这首歌还有 并齐名的有一首歌 叫《拥抱明天》 是我 92年参加央视清歌赛的时候 演唱了这首歌 后来也成为了我的代表作 所以真是说 可以说是跟体育有着不解之缘吧 那我给大家清唱几句好不好 好 高点明明的昨天 结束百年的遗憾 就在今天 把手中的生活点燃 一个黑白的梦想 千动百年的呐喊 就在今天 把旧下的历史改变 从此改变 谢谢 这一夜以后呢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都从事了外语有关的工作 有的当了翻译 有的当了外交官 现在有好一部分同学都在外交部 那我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改行当歌手的 有点开始同学聚会的时候 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每次都说我真的是不务正业 但现在看来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他们之中也有些人都改行了 我算改的还算成功的我觉得 要说到改行当歌手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受家庭的影响 因为我姐姐是唱歌的 我姐姐名字叫林芳 她应该算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早期的第一批的流行歌手 那个时候 像大家现在知道的热情的沙漠和 巴比伦河等等 好多歌都是她翻唱的 那时候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出名的 就是金歌打鼓上山 对 那时候她的唱片真的都是过百万大关的 所以我跟着她就是沾她的衣服 沾她的光吧 出去介绍都说这是林芳的妹妹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她一到寒暑假就跟着她到全国各地去巡演 再后来参加了一些专业性的歌手比赛吧 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在音乐方面 应该还可以有潜力去发展呢 因为这些奖项嘛 我想就是对我最好的肯定 是吧 后来到大学毕业了 我就被特招到了 哦 当时有一选择就是 我选择从事外语呢 还是选择当歌手 最后 我决定 当歌手 后来就被特招到了武警 编防总队 母音团 一直唱到现在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 我很幸运在那个时候选择去了广东 因为那个年代 正是广东流行音乐最鼎盛的时期 所以在那个年代 我去到广州发展 应该是说 在他们的那种良好的氛围之下 我学到了很多 当然还有了 在广东 还要学唱很多很多的乐语歌 有一首歌 我一直到现在都在唱 这首歌呢 是我每次下部队的时候 我们的官兵也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一首非常励志的 《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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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心疤疾風中我 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知道 背起了理想 想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你共我 今天我 在內漢樹飄過 懷著冷卻了的什麼表現吧 風雨裡 最近 夢裡 翻白成年中 天空海岸 美岸 海邊 原來我只有一心疤疾風中我 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知道 Oh no 背起了理想 想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你共我 永遠只有自我 永遠搞唱我歌 就變清雷 原來我只有一心疤疾風中我 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知道 Oh no 背起了理想 想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你共我 背起了理想 想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你共我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 Oh no 背起了理想 想都可以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 那會怕有一天知道 当歌手 一个是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 对歌唱就有了充分的 就是兴趣和热爱 以至于在大学的时候 参加了好几个全国的比赛 而且都获得了第一名 所以让我有信心 来挑战这个职业 当然让我最看重的 还是92年的央视清歌赛 当时就是唱 拥抱明天获得了冠军 在我的所有的 喜欢的演唱的歌曲里面呢 还有一首歌 也是我经常唱的 就是我后来到空正以后 唱的比较多 也是我们的战士 点的比较多 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就是叫 说唱脸谱 想听吗 好 掌声再热了一点 谢谢 六两个都尔臻 大雨马 红脸的观光战长沙 我们脸的定位 白脸的草草 黑脸的长飞 骄争争 紫色的天王 火爆塔 绿色的魔怪都也差 金色的红王 银色的妖怪 绿色的精灵 继续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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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如果说我为自己选择改行唱歌 是我的第一个喝彩 那么我的第二个喝彩是什么呢 你们猜猜 朱迅 你别坐台底下啦 是不是上来啊 我猜嘛 对 什么都瞒不过你的 大家热烈掌声啊 欢迎 哎呀 如果你要我参与的第二个选择的话 我刚才坐在那儿 你看我坐在蓝天里 我就像一朵白云一样 我特别有感觉 我都快飘起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一片全是蓝天 如果我说林平的 人生当中什么样的选择 会让他无悔的话 我想 你也是一枚穿上了这身蓝色的军装 说得太对了 是吗 点赞 不愧是咱们著名的主持人 什么都瞒不过他 你看看这么帅气的军人 对 你是哪年入伍的 我 到空军的 到空军是96年 96年 那又20年了 到空军整整20年 那么算上第一次就不止了 我大学毕业 刚才不是说 被特招到府警 对 90年 然后到现在应该是27年 一个老兵了 老兵 天哪 所以这身军装 应该说这种军人的情怀 早已经融进我的骨子里头 甚至血液里 所以即使你唱流行科曲的 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军人的霸气在里面 有个劲 对 时刻准备立正 敬礼的感觉 因为你经常会为军人演唱 是不是 对 我们经常下部队 我主要的 我觉得我的主要的舞台 就是我们的军营 20年的空军 军人的生涯 你内心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我骄傲 我自豪 我无悔 真的 我对空军有特殊的情感 因为我出生的地方离空军大院只是一墙之隔 我就在空军大院这边出生 我经常会看着那些战士们训练 训练非常的好玩 为什么 他会像一个 就是杂技演员一样 趴在一个轮盘上 竖着 就那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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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每天我就会看着他跟烽火轮似的 那你说的是我们的飞行员 飞行员 对 嗯 今天我们现场真的来了四位空军飞行员的学员 是吗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有请各位 非常帅气的小伙 来 有请 你知道吗 他们真的是我们空军的宝贝 国家要培养一个飞行员是要投入很多很多的 我们先认识一下好吗 好 谢谢年轻人从哪里开始 来 大家好 我是空军飞行学员 石敬帆 现在在清华大学就读 是大二学生 大二的学生 你是哪个人 我是湖南人 湖南人 对 湖南的咧 恰的咕 你呢 大家好 我是空军飞行学员梅孝林 我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也是大二了 什么系 航天航空 航天航空系 来 大家好 我是空军飞行学员白云泽 就读于北京大学 今年大二了 大二 大家好 我是空军飞行学员张叶 就读于新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今年也是大二 四位大二的学生 刚才您一直在说 你们可是空军的宝贝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说起这个宝贝啊 我觉得 从这个选拔开始说 这个空军飞行员的选拔 得经过117项 117小项的几个体检 这要检查什么呢 从头到脚 最重要的呢 主要是咱们的视力和这个抗眩晕能力 抗眩晕 对 你能转多少圈呢 能转多少圈呢 有没有那个设备 就是训练他们的那个有什么设备吗 转移 那个叫转移 赶快上 好的 这哪是个转移 这分门是个电移吗 这个平时是最基础的训练 是不是 这是咱们提检 烧飞提检的时候的一个项目 哦 就你不通过这一关 你连进入这个门槛的资格都没有 比如说 它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我们这个考核标准就是 要转90圈 9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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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45圈 然后它的头部会配合这个机器的风鸣摆动 然后在90秒之后 我们下来观察 如果没有呕吐的现象 就算通过 兄弟 你要吐台上了 今天就好看了 来 闭眼 哎呀 他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还放这么优美的音乐 我还从过蓝天 兄弟 不行就照顾一下 你是睡着了吗 没有 这个转眼的要求是全程都要闭眼睛 全程都要闭眼睛 那不得晕菜了 那你哪知道前后左右呢 他现在应该已经分不清前后左右了 他已经分不清前后左右了 他的感觉是在整个整体都在状态 他还面带微笑 很享受的意思 怎么那么像我儿子小时候在摇篮里的感觉呢 现在已经23圈了 已经23圈了 你这20个数呢 没有 这个尽管有显示 他们有显示 他要转多少圈才能吐呢 在体检的时候是45圈 但是我们现在展示一下就 好 停了吧 停了吧 兄弟 再不停你要睡着了 好 现在停了 我们需要 兄弟 转过来 找得着北在哪儿吗 找 这是几 这是几 这 我也找不着 哎呀 还能站起来吗 还能直着向前走吗 哇 真的好棒 我看着都 刚才看着我都 再能直着走 他走回来了 哎呀 哎呀 小伙子行啊 我是没有任何胆量 是这个 我没 不没戏 就 你来 你来 就你了 就你了 哇 站了多数人 来 永迟可嘉 啊 两圈去吗 两圈 不行 哈哈 怎么也二十圈起 两圈 哎 那个 这位兄长 没事吗 你确定 跟你同行的人 一起过来吗 有 能抬回去 是吧 行 哈哈 哈哈 请问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做编辑 还有什么话留给嘉丽 没事 没事 但是没事 好的 来吧 那我们开始啊 不行 您就挥挥手 对 您要把眼睛 闭眼 闭眼 随着机器的风鸣摆动头部 好 不要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对 想一下 摆一下 你不行了 就抬个手 嗯 你要抬不起来 就喊一声 好的 好的 您是说可以停了 是吗 再来五圈 您再来五圈 不用 还 再两五块钱 是吗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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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准备好啊 开始 这就是摆头 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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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摆头 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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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吧 她要吐了 她那里有点晕了 怎么样 还行 还行 这是西 这是东 哪个是北 这是北 你站起来 她在抖 往前走两波 您走两波 别下去 行了 您能走下楼梯吗 确定不要我扶你吗 挑战 来 三二 我说停就停啊 我跟你说 我会吐的 好的 开始 往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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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往回转吗 不行 我站都站不起来了 好 停 停 停 千万别趴下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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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不骗你 我一点不骗你 我也不是装的 我就 转第二圈开始 我就懵了 我是这个神经超不行的人 我连 我跟你说 我连 我连晕船 晕车 我现在在说中文吗 我晕船 晕车 我用大碗喝水 我都晕 我真的不行 就是 不是所有的人 都会有这样好的身体素质的 对对对 有很多人 特别是女生 会像我 你会不会有 经常会有晕车的感觉 我就是超级晕车 我必须得坐在前排 所以 就我只要转起来 我就疯了 我现在都站不起来 能扶我一把 太丢人了 太早 这是不是一个 就是身体的一个素质 一个状况啊 就是我为什么就真的不行呢 这个主要是咱们那个大脑里边 一个叫前庭的地方 这个地方一个功能 哎呦 我妈呀 我妈呀 我看着你我都晕 我能 我没有别的意思 让我抓着你一会儿 我真的 我觉得我现在还在飘着 我就不行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我这样 我这样吧 我们先进一个体能短片 我们看着 然后我歇一会儿 来 对 我就看着 所有人都在做这样的训练 这个叫做活动滚滚 这是因为你们的 如果驾驶战机的话 会在 天空当中做各种这样的训练 对 没错 就是这个 这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训练 刚才那个只是一个 咱们 高飞的一个检测 刚才 现在看的这个呢 主要就是咱们平常一些训练了 包括固滚啊 旋梯啊 活动动员啊 这些 这些项目 作为空军的战士 有一首歌是 所有空军人的最爱 那就是我爱祖国的蓝天 来 穿着我们空军制服的所有空军 上场 谁把我扶下去 我爱祖国的蓝天 清空万里要光灿烂 海云为我不拿到 海云为我不拿到 風風中我飛向前 青澀的照相在我身邊陪伏 腳下是一片錦繡河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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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嶺太大漢 心嶺太照顏 游問淚卻愛生活 我愛 祝國的南天 祝國的南天 謝謝 謝謝敏佳 好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電視台 非常新發布 本節目是由德成珠寶獨家 特約播出的德成珠寶 只為更精彩 那便是激顯的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希望獲得更多的 樣式綜藝動態資訊 別忘了可以關注我們的新浪官方 微博 愛此樣式綜藝 都可以和我們的現場嘉賓 進行互動了 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 林萍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環節 珍惜話大發布 我們來看看 觀眾朋友們給林萍提的 什麼樣的問題 來 為什麼舞台上好久見不到你 主要是這幾年 我們下部隊的任務 跟以前比呢 是成倍的加重 真的 那我呢 又是團裡下部隊的主力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 應該說是下到了基層 每年大約會有多少場 一百多場 一百多場 加上路程 你基本就在跑了 對對對 有什麼在下部隊的時候 讓你印象特別深的故事嗎 那這樣的故事 應該很多很多 我想印象最深的還是 2001年去到甘巴拉 甘巴拉海拔5000多米 是我們國家最高的人控雷達站 我們有照片嗎 我們看一下 是這裡嗎 對 這是海拔5000多米 5000多米 就是嚴重的缺氧 在這個地方呢 可以說是常年的食物 是煮不熟的 水也是燒不開的 不開 對 因為海拔5000多米 那麼供給呢 也不是說很方便的 所以就在那次演出 為什麼說我印象特別深呢 我們都是吸著氧 就說話都很困難 別說唱歌 但是我們每一個歌手 只要上去的 都唱了三到四首歌 但基本上都是在 氣不成聲的情況下完成的 對 大家哭的真的是 為什麼哈 就是演完初以後 我印象特別深 就是我們留下來吃了一頓中飯 哦 平時呢都有一個 對 就是能把平時的 就是說吃的會好一點吧 但是沒想到那一次我們吃的中飯是 什麼呢 他們拿大脸盆盛出來的方便麵 裡面只有幾個荷包蛋 這是他們最好的活食 最好的食物拿來招待我們 所以想到這個我就特別特別的難了 但是就是他們那樣在長年就是生活工作 然後坐在這樣的環境中 無怨無悔 所以你說我們下部隊遇到的一點困難 那根本就沒法比了 這就是我們的戰士 真的 我們的戰士 我們最可愛的人 對 這是我就是從大場演完以後 出來看到三個正在維修的 維修雷達的戰友 我又給他們清唱了一段 然後剛剛唱完往下走的時候 馬上變天 八月份 鵝毛大雪 你都很難想像 我們當時上去的時候 也就是穿著這個下長服 但是特別冷特別冷 後來他們就把他們的軍大衣脫下來給我們 所以當我看到一個戰士在寒風中 在大雪中 真的是一動不動的 臉上滿臉是窗 我當時都特別特別的 怎麼說呢 真的是肃然其盡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 不去給他們送去溫暖 送去歌聲 送去歡樂 你想可能沒有人監督著它 去要筆直的站崗 但是他們仍然這樣 像松柏一樣挺立著 其實經常我會覺得 在別人看得見的地方 你做什麼不重要 但是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 你做什麼 那才重要 才是你骨子裡的東西 你本性裡的東西 是讓我們最可愛的軍人 空軍 至今 還有今年前不久 我也剛去到我們的 北部戰區部隊 那裡也是雷達站 就兩個戰士駐守 長年 常年就是兩個戰士 是導航戰 那你想 那種孤獨寂寞 你真是可想而去的 其實最可怕的 不是受多少苦 很多軍人 很多戰士跟我說 最難熬的就是這份寂寞 對 有的是在高原上 有的是在海島上 可能就是一個戰士和一條軍犬 要守幾個月的時間 你看這張照片 其實當時這個雷達站 就兩個戰士 但是後來我們領導就說 希望能周邊的就調 過來 大家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慰問 其實有時候我們的觀眾 那種就只有一個人或者兩個人 比如說 戰士們會給你提什麼要求 喜歡聽你唱什麼樣的歌 現在嘛 是互聯網的時代 所以我們的戰士 你想糊弄是不可能的 他們也很潮很時尚 非常潮 就是現在流行什麼歌 他們都會唱 真的 比如說 他點什麼樣的歌 你像《海過天空》 你要說什麼《小蘋果》 都會唱 你還點小蘋果 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下部隊 都是小分隊 你知道吧 十幾個人 就要承載這幾個小時的節目量 所以每個歌手下去的時候 都會準備很多很多的曲目 到我這兒 大家都說 評解那是曲酷 就想唱什麼 你們想聽什麼 想聽什麼 一起搖擺 一起搖擺 想一起 我剛才已經搖擺夠了 來 一起搖擺 好 給我你的手 和你的搖擺 讓我們融化在這節奏裡 不要在意昨日 該憂傷片段 不要理會那些 偽藏最新的承諾 讓我們一起搖擺 一起搖擺 我的所有傷痛 一起搖擺 明天會發生什麼 誰能知道 所以此刻 讓我們靜靜的 一起搖擺 忘記所有煩惱來 一起搖擺 一起搖擺 忘記所有煩惱 忘記所有煩惱來 一起搖擺 忘記所有煩惱來 所有的歡愉 成明天的抽搖 不如此刻 讓我們靜靜的 一起搖擺 不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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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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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去吧 我回来的人 不要再等待我发现的时间 回想到所有的漫漫长夜 你是否领悟默默流入心底的泪水 让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忘记所有山洞 一起摇摆 明天会发生什么 谁都知道 所以此刻 我们进去 一起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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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八零后九零后的我们的年轻的军人喜欢这样时尚的歌是吧 对 因为平时你一起吗 对 在去年九三月兵的时候 我去慰问我们的就是全军的学员帮队 当时现场的观众也是就点就战友 点了这首歌 一起摇摆 对 我说那你们会唱的你看这张照片啊 我特别难忘 结果没想到台下冲上来一百八十多个战士和我一起就整个台 我快挤到台下去了 然后在台下的所有的战友都会唱 太热情了 对 一起的 真的 比我还要嗨 比你还要开心 对 我的天哪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青春朝夕蓬勃的感觉 因为那一刻就是他们的释放 是 其实要说到这个夏部队去慰问啊 我觉得季敏佳也一定特别多的话 季丹比 这样他自己来跟大家说 来 让我们有请 你是不是每年也要去很久 对 有林平姐去的时候 我一定会去这个边远山区或者是很多 就是你们都想不到的地方也不能说 对 所以特别的辛苦 而且林平姐她就是会非常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我们在她身上也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 她算是我们的大姐 2014年的时候林平获得了全军的荣誉证书 这是 对 这个全称是2013年度军队文艺工作者走基层活动先进个人 是总部颁发的一个奖 那我们空中公团就我一个人 所以很珍惜这个奖 但是我想啊如果如果深入到部队的话 肯定军人们还是最喜欢听军歌 对 有一首歌是你们两个人送给广大的我们战事朋友们的 这首歌叫做 对 经常唱的一首歌反映我们空军的叫 我就是天空 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有趣 我是爱 我是富翁 我是潮 我是太空 我是泪 我是风 我是潮湘 我是太空 我就是天空 一身泪是一片热情的呼唤 我送一把窗里的傲情 一缕缕照在镜头聊 情人的欢笑 一刀刀彩虹装天窗 祖国的繁荣 我细着泪夹着风 抵朝下五彩虹 把蓝天向我终成 发气吧 你看 你看 这就是两位 哎呦我的天呐 这明明就是女汉子嘛 旁边的小康妹就是我 其实我觉得你感觉有点像 对 她也是我们团 就是年轻演员里头 下部队的骨干 是吧 没有 非常棒 林平姐下部队是我们团里面最多的 最多一年是多少场来着 几百 好几百场 平均两天一场 说实在真的 我们有时候一睁眼就开始演 就开始 一天可能五六场 所以唱下 也顾不得画一个精美的妆容 什么都顾不得 都是在车上 车上画 因为演完坐车 下一个点又开始演 有时候还串着眼 是 就是那么几个人 大场小场都要兼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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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丹迪 谢谢丹迪 谢谢 来吧 看看你的嫁一道问题 哎呀 合适吗 这么问人家 好直白啊 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吗 这么大岁数了 还不嫁出去啊 早嫁出去了 早嫁出去了 对 先生是 也是 介意吗 不介意 很骄傲 很骄傲 也是一名空军 你看 对 也是一名军人 长的吗 长的什么样呢 看看 应该说 职业化军人吧 有点 那种军人的 特有的古板 严肃 这咋叫古板 这明明就是 威武 这是他在演习的时候的 一张照片 我比较喜欢的 哦 他不是文艺兵 他不是 我们机关工作的 哦 演习的时候的一张工作照片 这张是我们俩去旅游的照片 真的 好有福气笑这错片 你看到没有 都大胖脸 这是福气 哎呀 生活中 生活中还是很 给我很多的爱护 是 他是怎么 怎么 把你娶回家的 也是朋友介绍的 朋友介绍的 对 那怎么怦然心动的呢 这要感谢 我们的严老 严肃 严肃老师 对 半个月老吧 哦 怎么讲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空军建军 六十周年的时候 严老写了一首歌 叫梦在长天 是我唱的 当时我老公就是听了这首歌以后 才决定向我求婚的 他说这首歌他听了 特别震撼 写到他心里去了 只有当过兵的人 当过空军 尤其是航空兵 因为他过去是学 作战指挥的 所以听了这首歌 特别有感触 他听了这首歌 决定要取底 对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我说的比较细致了 真的 就向我求婚了 我也答应了 觉得你唱出了 他心底里的声音 你们是知音 所以要一生一世在一起 对 真好 生活还比较知足吧 真好 怎么说到这个 其实我没有问他过分的话 他已经眼泪汪汪了 好 我们重新回到 那叫梦在什么呢 那叫梦在长天 梦在长天 我们用这首歌 再次回味一下那份幸福 同时 我们也感谢 天堂中的元老 您听听 您的这份善意 还促成了这样一份 美满的姻缘 谢谢元老 我唱几句好吧 请唱几句 我唱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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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来跨越彩虹 因为这首歌 我想说一下 它不同于以往 我们军队创作的歌 真的 严老写这首歌 既大气 豪迈 但又不是细腻 浪漫 它抒发了我们 共和国新一代军人的 大国空天情怀 所以 当我下部队唱这首歌 我们很多的航空兵的师长 以及战友听了以后 都激动的流泪 所以我唱出了他们的心声 真的 也打动了一个 想把你起回家的男人 好的 不触动内心最柔软的 那个部分了 也希望你们 相依相守 慢慢地一起变老 谢谢 谢谢 来我们看看下一道问题 还有吗 我突然现在不晕了 唱了这么多年 你最喜欢哪首歌 其实 好听的歌都很喜欢的 自己的歌 还有朋友的歌 当然我想 我最喜欢的 还是我们的军歌 那现在呢 又有一首歌 也特别打动我 就是 刚刚我们 团长 写给我们 舞蹈演员的一首歌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都是我的小战友 我经常和他们 一起下部队演出 我特别有感慨 就是在我们军人上 特有的特质 他们身上都具有 他们个个都是 很出色的舞蹈演员 出来 个个都能跳独舞 但是 在台上 留给他们的 永远是群舞 伴舞 但是他们 又是台上 不可缺少的 一道最靓丽的风景 也像我们好多 各行各业那样 莫过无闻 奉献的精神 所以他们也是 无怨无悔 我今天选了这首歌 就是想 致敬他们 我们的舞者 还有在各个行业上 那些默默奉献的人 这首歌叫做 志武偏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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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风是雨 是关心 不是梦 在追梦 是风是雨 是风是雨 是光是鸣 轻轻如云 好美来飞去 飘来飘去 好美热花 它沉溺秋花下热冬 它们说人群里 最美最美美的我 它们说人群里 我最美 它们说人群里 最美最美美的我 它们说人群里 我最美 我是你的笑 你的美 看那花开花落 是我写给你的心 哦那是天地下 最美最美美的我 不是梦 放入梦 是风 是雨 是光 是月 不是梦 在吹梦 是风 是雨 是光 是零 轻轻如云 走 好美来飞去 飘来飘去 好美 热花 把长绿秋花 下热冬 来姑娘们小伙子们请上台 来来来姑娘们小伙子们 好漂亮啊 朱勋我先给你介绍一下他们的名字 这位是黄露飞 李诗阳 卢雨婷 陈曼金 后面小伙子 潘永超 胡赵阳 他们都很棒很棒 我当然看出了 这两位跳过多部的舞剧的男一号 女一号 都是到外面去请的 然后李诗阳是我们下部队 还身兼主持人 非常棒的 对 这是师姐了 李老师了 他们现在呢 刚刚从我们的音乐剧的 演出现场赶过来的 真的 对 可以说是唱演 都行 作为主持过多届中央电视台舞蹈大赛的主持人 我真的应该送给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真棒 真的 每一个人拎出来都可以参加技术技巧的比评 真的 但是 可能他们更多的时候 是在 你的身后 是在 很多 对 大型歌舞的 作为背景 你要说 可惜 可能心里多少会有一点这样的遗憾 但是 今天 我真的看到了你们每一个人身上 那么闪光的地方 太棒了 每一个人单独来一下 各自的技术技巧 来 从你先来 来 因为刚才在舞蹈当中 不一定能切到你们 为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的主角 应该是这些 舞者 姑娘们 小伙子们 因为这首歌 就是给你们写的 你们才是 这首歌的主角 来 太棒了 下一位 太漂亮了 你知道 你知道他那个 挂在空中 那个 一个平顿 我是挂不上去 你知道他要练个十年 不练个十年 他根本挂不住那一下 那个劲儿 哎呀 好吧呀 看到我一声金鸽的 对 来 姑娘 黄露飞 漂亮 好美的姑娘 好美的姑娘 这么得了 这么得了 以后你嫁给谁 来 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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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 以他为代表了 是吧 好的 我明白了 哎呀 就是 美的 不要不要的 你们怎么办 太扬言了 太好了 我能问一下 你参军几年了吗 02年 到现在 14年 你呢 也是14年 你呢 对 我们是同一批 军艺班的同学 对 一样 我们是同学 对 同班同学 14年 他们12岁的时候 被招进的 对呀 12岁 我12岁还 还在妈妈的怀里 撒娇呢 这些 所以那种 吃骨耐劳的精神 他们都有的 后悔吗 不后悔 而且舞蹈 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 从小学习舞蹈 然后长大又从事舞蹈事业 我觉得是我们这样的演员最幸福的事 但是其实从事舞蹈有很多可以拿到更高收入的地方 为什么还要留在空军 做一位军人 经常下部队 为战士的演员 是啊 你说 你这么年轻 因为是这样 我觉得是舞蹈是我们的梦想 但是空军兰也是我们的梦想 然后十几年舞蹈的学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艺术潜力发挥到了最大 但是是空军培养了我们 我们要像前辈一样学习 去卫兵服务 去鼓励和激励更多的战友 说得太好了 作为空军人 我们很骄傲 很骄傲 肩上了这份担当 更让人觉得尊敬 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你们 希望你们常来做客 谢谢 希望在各大舞台上 能够展现 展现你们的才华 谢谢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新发布 本节目是由德成珠宝独家特约播出的 德成珠宝只为更精彩 那今天林平来到我们的现场 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布自己的新作品 叫做重新出发 哎呀多好的名字 那每一个新作品都会有自己的推荐嘉宾 我们看一看场外谁为林平来推荐他的新作 我是林平 我是小霞 黄青山 林平啊 是我喜爱的歌手之一 我不光喜爱他 我还崇拜他 我跟林平相识有二十多年了 我们在团里是战友 又是兄妹 他到部队 无论是高山少少 还是到炊事班 为战友们演唱 永远都是满满的热情 满满的正能量 可以这么讲 我是听着歌长大 这不合适啊 好像任林平老师多大岁了一样 应该说是我是听着他的歌成长的 好朋友 林平这一次新歌的发布会 重新出发 我们有这个歌的名字 可以看见林平他内心深处 对这个音乐的向往和追求 林平啊 这首歌很棒 重新出发 就像这个歌的名字一样 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用你的人品和你的作品 让这首歌魅力不限 祝贺你 谢谢 谢谢 谢谢这么多好朋友 都鼓励与祝福 重新出发 那么现场 当然是应该由我们的战友 来为你推荐这首新作品 好不好 好 来 让我们有请各位 有请 来 同样有请我们的舞蹈团 再次登场 有请各位 你看 这身空军篮 真的非常的漂亮 来 班迪 首先请你推荐 听到林平姐 现在要发她的新新歌 重新出发 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而且这首歌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它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一定要拿着手机转发 微博微信 然后支持 重新出发 好的 谢谢 来我们空军飞行员的学员的四位战士 重新出发 史智蓝天 祝林平老师新歌发布成功 谢谢 谢谢 祝重新出发发布成功 林平老师 林平老师 我们爱你 我也爱你们 谢谢 我们都爱你 好的 有这么多战友为你加油助威 努力了 那接下来是今天最隆重的时刻 那接下来让我们上发布台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借助非常新发布的舞台 来发布我的新歌 重新出发 歌重新走 用新歌唱 是我多年艺术人生的不变的梦想 也是我的深切感悟 数年沉变 我想淡忘的只是曾经的光环 难舍的是那份不忘的初心 听从新的召唤 我又出发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 也感谢制作这首歌的所有的音乐人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亲爱的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林平的新作品 重新出发 有请 欢迎赏林平的新作品 回望来路已走很远 一连总挥手从前 事态变迁 迷惑双眼 仍然未忘记终点 匆匆匆匆流失的岁月 感悟绝 看无觉后知后觉 未收的画面 顶尝尖 故事写满六年 泪水证明着心酸 痴情的过去已渐渐茫然 那一段不曾放弃的追赶 来的不算太晚 从心出发 用真情感动天涯 闪耀的月光 将夜晚点亮 让没有的孩子重拾放下 从心出发 看过了今宵芳华 美与阳光点亮了希望 黑夜里更加渴望 每个天亮 葱葱流逝的岁月 感悟绝后知后觉 回首的画面 定格从今 故事写满了流年 泪水证明着心酸 痴情的过去已渐渐茫然 那一段不曾放弃的追赶 来的不算太晚 从心出发 用真情感动天涯 闪耀的月光 闪耀的月光 将夜晚点亮 让一路的孩子 重拾方向 从心出发 看过了今宵芳华 每一缕阳光 点亮了希望 黑夜里更加渴望 从心出发 用真情感动天涯 闪耀的月光 将夜晚点亮 让一路的孩子 重拾方向 从心出发 看过了今宵芳华 每一缕阳光 点亮了希望 黑夜里更加渴望 每个天亮 谢谢 谢谢林平 真心的谢谢林平 和所有的空军官兵 给我们带来的 这满满的正能量 从心出发 点亮希望 我们节目组也送上 一份小小的心意 本节目加布林平 是由德成足金 999.9 独家提供的 德成足金 999.9 至真至全至本 感谢节目 谢谢 就像我们的心意 要从心出发吧 谢谢 非常高兴地宣布 林平新作品 发布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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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支持 非常新发布 不一样的 很新发布 我们下期都回见 这里是非常新发布 我是凯莉 渴望火到什么程度呢 小偷都不偷东西 回家看电视 你和 惠芳的角色带给我的 就是全国那么多观众 都那么爱你 我是暗恋着她长大的 我们一起来发布 公布 破 Shouldn 公布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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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赌 咱们 ve